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呢我們來解釋給觀眾 浩宇他自己設計的方程式 那就是 tang乘到裡面是x分之1 等於tang x分之1 那我一開始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覺得說 這個答案啊 一定是一大堆那種沒有規則的數字 但是我把它放在握方Lb上面的時候 我嚇了一跳 因為答案真的很漂亮 所以趕快暫停一下影片 看你能不能解出來 讓我們再看解答喔 好了齁 好 那 那tang x分之1到底是什麼 首先做個小變化嘛 它就是cotangent啊 所以我們可以寫成cotangent x 很棒 那現在念念看喔 這個叫做tangent 然後這個叫做cotangent 那請問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個cot這個字呢 它其實不是一個字 它是一個部首來的 它的意思呢 就是代表說 我們有一個 complementary的意思 這個字 這個字的意思就代表說 如果我們兩個角加起來等於90度的話 那它們就是 complementary的 所以如果你知道這個的話 我們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變換喔 我們先把左邊的寫下來就是tangent AKA 90度 我看一下 對我沒有做錯 OK 來來來來來 現在太棒了 因為 左邊有tangent 右邊有tangent 我們好像只要把裡面這位設定為 右邊這位我們就可以搞定了齁 來趕快寫吧 x分之1會等於2分之pi 減掉x 就是把那個tangent去掉嘛 這樣子做可以嗎 可以是可以 但是呢 我們只可以找出兩個解 這個其實會變成一個 一元二次方程式的 所以兩個解 我們沒辦法找出所有的解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tangent就是periodic 它就有period嘛 所以當我們設定裡面東西一樣的時候 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在tangent這邊 消掉以後 後面這邊這個式子 加一個npi 這樣子就夠了 就for tangent 這樣子就夠了 太棒了 原因是tangent 當我們有個角的話 它這一位呢 會等於tangent 然後這個角加npi 因為它的period是pi 那你就一直加pi 或者一直減pi的話 還是會跟原本的一樣 那有個n 那n是什麼呢 要註明一下 n是一個整數 可以是正的 可以是負的 也可以是0 還有等一下我先 我現在在這邊說一下 如果你現在用臥方療法 看到答案的話 你等一下會看到說 我們的答案 跟臥方這邊的答案 長得不太像 沒關係的 因為我們這邊寫的是加npi 如果這邊寫減npi的話 也可以 因為n可以是正的 也可以是負的 或者是 我們不需要加npi在右邊 我們也可以在左邊加npi 就是看你喜歡哪一邊 但是真的沒關係的 所以有時候減那個三角函數 的方程式的時候 答案跟那個臥方療法 可能會長得不太一樣 所以就是這點要記住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解它吧 我們所有人都乘以x OK 來 這個乘以x等於1嘛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乘以x等於-x平方 我們把它丟到左邊去 所以呢 x平方先 來 這兩邊呢 這兩位啦 不是兩邊 這兩位 他們都有pi 那我們通分一下 這邊乘以2 然後這邊乘以2 然後因次分解拍出來 然後會變成一個正的喔 但是我們拿左邊去 所以變成一個負的啦 來 這個是1嘛 然後加2n 在上面 然後他們的分母都是2 然後邊邊有pi 然後同時也不要忘記乘以那個x嘛 好 那最後呢就是x乘以x分之1 它已經在左邊了 所以就是加1就好啦 然後全部弄在一起就是等於0 2圓一次方程式 只是這個 這個係數這邊比較恐怖一點 但是我們就可以用方程式 那個方式解 那叫什麼 FORMELA叫什麼 公式解列為一個 對 我們就可以用公式解把它算出來就好啦 所以就做吧 來 寫答案喔 x等於-b b 是這位喔 是不是就是負的 然後1加2n 除以2 然後不要忘記這邊有個pi OK 這是負b 然後加減根號 b平方 b 是負的1加2n 除以2 然後pi 然後平方 然後減4ac a跟c都是1嘛 所以這邊放個1 然後這邊也放個1 然後呢 所有人都除以2 a a是1 好 這樣就好了 然後最後當然就是把它畫簡一下 來我們看看能不能就是 do everything in our head喔 來首先呢 負負得正 沒問題喔 然後這邊就是 1加2n 然後pi 然後這邊還有個小分母嘛 就是除以2 但是先不要管它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我們看到了 當我們這邊有2平方的時候 它會變4 我們在裡面呢 就是做個通分 所以呢 我們這邊 下面乘一個4 上面乘一個4 那就代表說 我們就可以把它併在一起 然後兩邊都有一個除以4 在根號裡面 然後就會變成2在根號外面 然後它們兩個都是都有2分母嘛 然後你可以把它讀到下面去 就自己算一下 這是一個 這是普通的那種計算 來 因為好玩的是 咚咚咚咚咚 到這邊就好玩 然後接下來就是畫簡嘛 but anyway 來 負得平方變正的 然後我們寫這個 1加2n平方 不展開喔 因為臥房的話它也沒展開 再來 然後拍平方 然後減 4乘以4就變16囉 來 我們剛剛說的就是 上面這邊要除以2 然後這邊也要除以2嘛 但是我們就把它丟下去 然後2跟這個2 所以就變成了除以4 這樣子就搞定啦 那最後呢 照框起來的時候 再注明一次 n是一個整數 來 各位觀眾 這個寫真的蠻漂亮的喔 對不對 好 來 等你看到這種題目的時候 就可以問一下自己說 嗯 真正詞蠻厲害的 因為首先就是 this is a bad identity 是一個很錯的很等式 但是呢 是一個很好的方程式 bad identity but good equation 那我們可不可以想想看說 有沒有別的三角函數 也可以這樣子解得很漂亮呢 我們試試看 我寫給你們 你們去試試看 所以這兩個問題是給你們的 首先問題一 我們試試看 如果把tangent換成sine的話 看能不能解喔 所以第一題呢 我要給你們sine 然後裡面是x分之一 然後等於 來 x 我們把x都要sine裡面 放下面嘛 就sine x 那我們上面呢 就像剛剛一樣 就是這樣子就好了 看看能不能解 OK 來 來 第二題呢 我想說的是齁 剛剛我們就是 就幾乎是把tangent左邊 右邊就是消掉 然後我們在這邊只是加一個npi而已嘛 然後n是一個整數 那我們就可以很順利的 把所有的解都找出來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有一個sine的話 怎麼辦呢 來 問一下 給你們繼續試試看喔 如果我們現在這個是sine 欸 我給你們 我給你們一個英文的 我以為一個英文影片啦 就是講解 怎樣做sine sine跟這個其實很不一樣 再加別的東西啦 但是要加什麼呢 你去想一下 我把這個題目給你們 就是sine x等於sine 2x 這個2x都好像太簡單了齁 因為我們就可以拿那個2倍角公式啊 是什麼 這是2 好 不用看我也知道 但是就是 修一下我這個很漂亮的 我自己做的 我們就可以把它拆開 然後變成2sine x cos x 然後就可以慢慢去解它 所以呢 我們不要寫說sine of x 我們寫sine of pi x 哈哈 那現在這邊好像沒有什麼公式啊 沒有公式可以讓我們把它拆開 所以就是一定要想說 怎樣把這個sine x畫掉 然後加什麼東西才可以 先說一下 如果你只是做 裡面的 等於裡面的 然後如果你想一下說 sine的period是什麼 周長 欸 六位夠 對 period是周長 sine的period是 sine的周長是2π嘛 所以如果你在這邊加個 2nπ 這樣子夠了嗎 我跟你說不夠 如果我們這樣子做 其實還是沒辦法 完全把所有的答案找出來 來 兩題 你們去試試看 這部影片就這樣子 去看別的影片吧 你們可以超過的 留住你的影片 好嗎 那